16體檔給你這樣一個條件 你們講一下這邊有沒有錯 有 然後就把圖畫出來 這個點的座標是A點 然後這有一個B點 這裡會有一個C點 然後拉出AP的向量出來 是AB的向量 然後這有一個AB 這有一個AC 然後它給你另外一個條件 它說把AP的線量跟BC的線量 它們加在一個點 這個點叫M點 它說起你把AM寫成X倍的 R倍的AB加上S倍的AC R倍的AB向量加上S倍的AC 問你那個R跟S應該等於多少 然後把AM向量跟R倍的AB加上S倍的AC把它寫出來 好 注意看喔 這個題目是引導性的一個做法 你懂觀念以後 答案就很簡單了 但是我之前上面的經驗 我覺得很多同學卡在這個地方 看到題目的時候不知道怎麼下手 題目上面只有這兩個對不對 只有這兩個條件 AP等於是3倍的AB加上2AC 然後題目要你AM用AB跟AC 這裡有AB的AC 這裡有沒有AB的AC 有 這邊有 所以你可以把AP跟AM少一下他們的關係式 這是AM在這裡 AP在這裡 所以從剛剛的觀念 AMP這三個點怎麼樣 三點貢線一樣三點貢線 三點貢線我們可以用平行的一個性質來講 所以可以這樣子寫喔 注意到齁 AM向量可以寫成T倍的AP 可不可以寫T倍的AP向量 可以因為他們稱為平行 應該在講平行也可以講他們三點貢線 所以我現在是不是用到第一個性質 AM向量等於T倍的AP向量 從前來講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用AP向量等於T倍的AM向量 也可以 不過等一下你沒有辦法算 我告訴你為什麼沒有辦法算 我們先用這樣的來寫 好 所以AP是知道了3AB加2AB 所以答案T倍成進去 所以可以成3T AB向量加上2T AC向量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開始老師要寫答案喔 好 我要利用到第二個性質 圖形有沒有給你 O A O P O V 比較一下 AM A C A B 這時候C M V這三個點是不是貢獻 有沒有 貢獻 那是不是可以剛剛那個圖形 APV三點貢獻 所以因為C M V三點貢獻 有沒有同學可以發現 好 現在我們拿一個性質來接這個答案 C M V三點貢獻 所以 所以誰跟誰加起來會等於1 A point S加Y等於1 S加Y等於1 那現在的S跟Y是誰 A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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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A C 這個叫X 對不對 這個叫Y 所以我的S是3T 我的Y是2T 所以C M V三點貢獻 從這個圖形來看 C M V三點貢獻 所以 S貢獻 我們現在是3T的A B 跟2T的A C 所以我的3T加上我的2T加起來要貸金 所以我的T等於多少 5分之1 T等於5分之1的話 AM就可以寫出來了 因為題目要把AM表示出來 所以把T帶回去 AM等於3T的A B 所以T是5分之1 所以說5分之1乘以3 5分之3的A B 再加上5分之2的A C 就可以把它表示出來 再強調一次 你看到聽課的時候 只有這兩個條件 然後你就在圖形上面看到AMP這三點 他們這三個點是怎樣 貢獻了 張鳴不要再點頭了 老師知道你都聽得懂 還在點頭 我剛剛講AMP這三點貢獻 除了我可以寫成AM等於Keyback的AP 可是剛剛講說 老師你剛剛是寫成AP會等於Keyback的AM嗎 是不是一樣的 一樣的 可是我為什麼要把AM寫在前面 因為題目要我們算誰 要算AM嘛 如果題目要算AP 我就找AP嘛 算到現在AM 所以AM等於K被AP 所以我把AP之我就把T帶進去 所以AM等於3DAP加上2DAC 而這時候你發現AMABAC剛好在這個小的3DAC裡面 而且你又發現CAMP這三點怎麼樣 貢獻 所以用3D貢獻的限值 這到3T加2T等於1 所以找到T等於1 帶回去就可以找到這個值 那個步驟你要把它弄清楚 好 你把它抄一下 旁邊的電請你試試看